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寻找能吃的东西 或者前往县城找活做 赚取口粮 李周乐正温柔地给温子夏喂水 温子夏已经清醒过来 但因为饥饿 非常虚弱 李义书将粥端了过去 李周乐接过粥碗用勺子舀起粥 一口一口地喂温子夏 温子夏吃了第一口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惊讶而虚弱地问道 这是白米粥 李周乐嗡了一声 温子夏惊讶 你们哪来的白米粥粥 李周乐将忽悠满仓婶和温家两兄弟的理由又说了一遍 温子夏闭口不让勺子进入自己口中 脑袋微微一偏 道 这么好的东西 留给李义书吃吧 我吃野菜粥就好 李周乐扳起脸 我们家没有野菜 只有这个 你不吃也得吃 温子夏无语 温温柔柔的未婚妻固执起来很涉人的 至少他就不敢聊虎须 李义书和温子虞偷偷地笑够了 开口道 温大哥 你就听我姐的话 赶紧将粥吃了 我家还有口粮 你要赶紧把身体养好 但不子虞和子爵要靠你养 以后我姐姐也得靠你啊 你若是把自己的身体饿出了问题 你叫我姐姐以后做寡妇吗 两个拳头一起砸到李义书的头上 温子虞 不准诅咒我大哥和我大嫂 李周乐 臭小子 胡说什么 温子爵捧着自己的碗走到床边 仰头对温子吓道 大哥 粥好好喝 你快喝 不够的话 我碗里的都给你 温子虞看着自家小弟又担心又舍不得的样子 心头暖洋洋地笑道 不用 你喝你的 大哥喝这碗粥足够了 说着 微微张开嘴 任李周乐将盛满粥的勺子喂进嘴巴里 真的 很好吃 感觉到无比美味的味道在嘴巴里榨开 从口到心 全都感觉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与愉悦 好多年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 屋子里其他人都理解温子夏的感受 他们也被那美妙的口感征服了 虽然只是一碗再普通不过的粥 却是他们许久都没有吃过的 李义书将温子鱼和温子爵拉出房间 把空间留给大姐和温大哥 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见面说话了 温家两兄弟小口小口地喝着粥 虽然舍不得将其喝完 但就只有这么一碗没过多久 他们还是将粥都喝完了 温子鱼从井里提上水 将碗洗干净 随着李义书进到他的房间 你开始学又学琼琳 温子鱼看到书桌上放了书 问道 是啊 我前段时间一直荒废着没有读书 从昨天开始 姐姐便让我继续读书了 她希望科举恢复后 我能够考上秀才 李义书道 温子鱼羡慕又无奈地道 我不如你 现在还只学到生运启蒙 李义书拍了拍他的肩膀 理解得到 你天天要帮助温大哥找野菜师柴火 哪有时间读书啊 温子鱼从鼻子里面嗡了一声 心里埋怨 自己年纪太小 无法帮助大哥分担重担 如果自己大一些 就能够学其他人一样 到城里面打工 即使赚不到钱 也能够让大哥 少负担一个人的吃食 就不至于让大哥饿得晕倒 李义书把他和温子爵 拉到桌子边坐下 今天有点空闲 我们一起读书吧 等恢复科举后 我们一起去参加县市 李周乐将一碗粥 全部喂完 温子夏完全恢复了过来 本来就没有大病 只是饿了 他要起身 继续之前的安排 被李周乐阻止了 你现在还比较虚弱 去凑什么热闹 何况村民们走了好一会儿了 发现什么 他们早就瓜分了 你去了 连根毛也找不到 温子夏以为 李周乐说得对 但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吃的 他如果不去寻找 两个弟弟就要挨饿 李周乐明白他的心思 柔声地当 我家还有一些存粮 这两天 你们在我家吃饭 温子夏急忙道 那怎么行 我和子鱼子爵 吃了你家的存粮 你和易叔就不够吃了 李周乐道 你不用担心 我有办法解决 我们的吃饭问题 温子夏道 你有什么办法 李周乐道 你等一下 我拿样东西 给你看 李周乐走出房间 深吸一口气 坚定了刚才所做决定的心 飞快地回到自己房间 找到透明的瓶子 回到李卫峰的房间 将瓶子递给温子夏看 这是琉璃 温子夏惊讶不已 不对 琉璃没有如此精薄 如此晶莹剔透 周乐 这是什么瓶子 温子夏跟着李富学习那几年 也见识了不少 却没有认出这个 轻巧的瓶子 是什么材质制作而成的 但只觉得非常不凡 不就是个塑料吗 不值钱 不值钱 嗯 我也不知道 这是我在娘亲的嫁妆中 发现的 李周乐道 你说 我将这个瓶子当了 能到多少钱 温子夏吃惊 你要把瓶子当了 这瓶子这么珍贵 你舍得 完全可以拿来做传家宝的东西 他的未婚妻 竟然要拿去典当 温子夏感动 他知道 促使李周乐做决定的 是源自自己今天的晕倒 周乐 你不用这样 这瓶子如此珍贵 是师娘留给你和易叔的念想 你应该好好保存 再珍贵 也没有人命珍贵啊 李周乐道 我可不全是为了你们 还有我和易叔 我们也要吃饭呀 前两天 易叔没去镇上时 我也饿病了 差点 就这么去了 还有 满仓婶的孙子小夏病了 满仓婶 为了给他熬一口粥喝 跑遍了全村 也没有借到一点米 我想 卖了这个瓶子 能够换一些粮食回来 也能够接敌一下村民们 至少让大家 能够度过这个冬季 不会有人饿死 温子夏文言 沉默了好一会儿 对李周乐 拱了拱手 周乐不愧为先生的女儿 会有先生之忍者风范 我代替全村的村民 谢谢你 李父在世时 就是有名的慈善人 也因此他们去世后 村子里的人 如此照顾李家良姐弟 皆因都受过 李家先生的照拂 李周乐侧身 避开这一礼 道 哎 你何须如此见外啊 若真觉得过意不去 就当你身体好了 陪我前往县城一趟 我一个女子不好出面 你出面 帮我将这个瓶子 点当了吧 温子夏点头 好 李周乐看着瓶子 期待得到 哎 你说这瓶子 能买多少钱啊 能买到一百两吗 温子夏道 不好说 像这么大的琉璃瓶子 卖个几百两 也不成问题 而这个瓶子 比琉璃更轻巧透彻 说不定 能够卖上一千两 但是我们周边 只是比较偏远的小城镇 且没有人认识这种材质 顶天了 可能 只能卖个一两百两 李周乐笑了 即使一百两 也是很大一笔巨款了 到时候 拿一部分的钱来买粮食 也给我们全村人 吃一个冬天了 温子夏也笑了 剩下的钱攒起来给一叔 以后他取其可考 都不用愁了 李周乐含笑收起塑料瓶 对温子夏道 你眼圈清黑 很久都没有睡好觉了吧 好好休息一下 等晚上吃饭了 我在叫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温子夏不再因为粮食的事情而担心 心情一松 感觉到了眼皮沉重 没有强撑 直到 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子鱼和子爵了 李周乐自然硬了 不过那两个孩子懂事的 不用他照顾 与离书一起读书练字 没有纸墨 用柳枝沾了水 在桌子上写 李周乐则回房间继续刺绣 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太阳熄落 李周乐放下针线活 进厨房准备晚饭 古人一天只吃两顿饭 大米分了一半出来 放进锅里 再放入玉米茶子 加水熬煮 等到快要好了 将茄子皮和芹菜叶子 切细放进粥里面 再加少许盐 一锅香喷喷的菜粥就做好了 没有现代菜粥的美味与口感 但对于连饭都吃不上的人来说 已经是无上的美味了 温子夏也起了身 吃了顿饱饭 又好好睡了一觉 她的身体恢复了大半 跟着三个小子坐到桌旁 李周乐给每个人盛了一碗粥 喝的几个人都鼓起了小肚皮 非常满足 剩下的粥 她用大海碗装起来 放到篮子里 让温子夏带回家 作为三兄弟 明天早晨的早餐 我的身体明天就全好了 我陪你去县城 温子夏离开前对李周乐道 李一叔听到了这句话 立刻道 我也要去 李周乐看了一眼 满脸渴望的温家两兄弟 柔声道 子虞和子爵也去 我们一起去 温子虞和温子爵立刻笑了 跟李一叔一样 笑得如同三朵迎春花 装修公司已经进场装修 韩诺在现场转了一个圈后 就回家了 此后一段时间 都没有她什么事情 她一整天窝在家中码字 连续十张 穿越季小福 快要到尾声了 午饭晚饭依旧是韩妈做的 家里的清洁 定期由终点工清理 洗衣服有全自动洗衣机 韩妈没有家务可做 只有每天做做饭 打发时间 轻松无比 自然不愿意女儿跟她抢活干 韩诺没事可做 干脆清理冰箱 这是一个比较费力气的活 韩家的冰箱有些年头了 冰冻室里面结了厚厚的几层冰 有时候拉开里面的盒子 都会受到很大阻碍 韩诺端了个小板凳 坐在冰箱前面 用小刀一点一点地 撬着凝结在冰箱内部的冰块 不一会儿手就又累又痛 妈 我们重新买一台冰箱吧 韩诺觉得 自家这个冰箱应该退役了 韩妈白了她一眼 知道你有钱 但也不能太大手大脚了 冰箱还能用买什么新的 啊 这叫能用啊 韩诺举起自己拿刀的手 看都红了 这 韩妈看到女儿的手 有点心疼了 有点动摇了 韩诺趁盛道 嗯 我前两天去看冰柜的时候 顺便看了一下冰箱的价钱 都挺便宜的 最低六七百 就能够买一台 跟我们家差不多的双门冰箱 而三门冰箱不过 一千多一点 韩妈索起眉头考虑 嗯 便宜没有好货 韩诺道 都是牌子货 美蒂和海尔 多少年的老牌子了 韩妈道 哦 这两个牌子要多少钱呢 我说的是三开门的 韩诺回忆一下 道 嗯 海尔的打特价 原价两千多 现价一千六百九十九 电脑控温 节能环保 美地的也是两千多 现价一千两百九十九 不过是机械控温 不如海尔的灵活 我们不如买海尔吧 多也多不了几百块钱 韩妈想了想 对比了一下物价比 嗯 行 我跟你爸说一声 买冰箱的钱呢 有我们两个出 你就不要拿钱了 哦 韩诺应了声 不拿就不拿吧 本来想孝敬父母的 但父母体谅他 他不会拒绝父母的好意 韩妈将面条捞出来 放进冷水中 迅速降温 再将豆芽放入锅中 滚了一遍捞出来 晚上吃冷面 喝绿豆汤 韩诺的最爱 好不容易刮掉一层冰 一直被冰封住 拉不开的小盒子 终于拉出来了 韩诺从里面 捞出一袋汤圆 直接丢进了垃圾桶 韩妈呆了一声 哎 你怎么丢了 都不能吃了 留着做什么 有没有到保质期 应该还能吃 韩妈最见不得 女儿的浪费 韩诺翻了个白眼 放在冰箱里面那么久 谁知道有没有保质期啊 而且我丢了都丢了 你还要捡回来啊 韩妈 你这个百家女 清早 李义书从瓷缸里取出一个袋子 袋子里面装着白白的圆圆的汤圆 他吃过汤圆 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汤圆甜蜜的味道让他记忆忧心 姐姐 这是汤圆吧 李义书不确定的问李周乐 因为这些汤圆太白太漂亮了 李周乐确定的嗡了一声 指着包装袋上的字道 啊 上面不是写着吗 赖汤圆 别说古代人只认繁体字 不认简体字 简化汉字历史由来已久 北宋的时候 文学家书法家们就经常写简化的汉字 比如将鸟的四个点用一盒代之 在追溯更古前 汉朝史学《急救章》中就有 等简化汉字 东晋大书法家王羽之所写的简化汉字不要太多 唐朝于世南书《孔子庙堂碑》中用过 撞 谜 将 于 来 随 耳 永 迈 记 此外等简化字 振良书 《楚随良书》《验塔圣教序》中用过 简化汉字的历史悠久 李家书香世家 繁体字和简化字皆认识 那些历史上没有的简化字 两个人乘上接下的猜一猜 也都认识了 很快 两个人就将包装上的说明 看明白了 真的是汤圆 姐姐 今天早上我们吃汤圆吧 李义书眼睛亮闪闪地开口 李周乐没有不同意 但是这个包装的袋子好漂亮 但是好难撕开呀 梁姐弟费了半天的劲儿 都没有撕开包装袋 最终还是李周乐拿了剪刀 把袋子剪开一个口 将里面的汤圆倒了出来 白胖胖的汤圆躺在勺子上 咬一口甜甜的豆沙流了出来 好好吃 李义书幸福地眯起眼睛 女孩和孩子本来就喜欢吃甜食 现代出产的汤圆 比起古代的汤圆 口感更细腻 味道更甜 让两个许久都没有吃过甜食的人 吃得幸福无比 姐姐 神仙对我们太好了 李义书心里面充满了感激 李周乐何尝不是 他将装汤圆的包装纸 慎重地收了起来 梁姐弟美美地吃了一顿汤圆 剩下的汤圆 李周乐将他们压成了一个个的圆饼子 在锅里抹上一层油 放上圆饼 用小火慢慢烤熟 烤好的汤圆饼散发着焦香 吃起来口感比煮的还要好 李义书虽然已经吃饱了 但忍不住又吃了一个烤的汤圆饼 李周乐留了三个在外面 剩下的用布包起来 准备中午的时候填填肚子 梁姐弟收拾了一番出门要带的东西 就听到院子外面响起了声音 不一会儿 温家三兄弟走了进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